这一期消息要带您来关心的火警意外发生在台北市万华的青山宫 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火警意外 因为路过了民众发现庙里头怎么冒出了阵阵的浓烟吓坏了 火势虽然很快被扑灭 但是还是有好几尊神像受损 而失火的青山宫不但是三级古师古迹 还是电影Manga的取景所在 而这场火也让附近的民众抱受惊吓 玩笑十点多庙门口挤了一堆人 群众交头接恶却不是来参拜 消防车就停在旁边 消防人员忙进忙出处理弹火 因为百年宫庙现在成了火灾现场 庙方人员急着善后把寿梗神像搬了出来 案发当时浓烟窜出火势不大但又快又急 连神明都难逃 祝荣之灾 因为事发当时庙里没人在 初步研判可能是电线走火 是否的青山宫不但是三级古迹 还是知名电影场景 显假当初就是以青山宫为背景 电影也在这里拍摄 百年宫庙遇上祝荣之灾 虽然没有酿成伤亡 但损失难以估计